金银花在中医中广泛使用的药材,其植物名字便蕴含着一份独特的生命力,它被称为忍冬,那是因为在秋末老夜枯落的时候,它的夜夜间已经孕育出了新的生命,那是一份对寒冷的抵抗,一份对生命的坚守。 而当它开花的时候,我们称它为金银花,这个名称首宰于宋代的苏沈内汉良芳,其中描述了它的花朵,四月开花,极芬芳,香纹树布,除开白色,树日则变黄,美黄白相见,顾名金银花。 除了花色别致,口感轻烈,金银花还是清热解毒的良药,中医认为金银花性寒胃肝,龟肺,心,胃经,有清热解毒,凉散风热功效,可用于医治感冒,咳嗽,咽喉肿痛,目翅肿痛,肺庸,乳庸,失窗等。 现代研究还证明,金银花对链球菌,葡萄球菌,肺炎双球菌,百日可感菌,脑膜炎球菌等,有一定的抑菌力,所以金银花有中药里的抗生素及中药里的预防针之称。 金银花的广泛应用和它在中医药方中的重要地位是相辅相成的,因为其清热解毒的功效和清新的口感,使得含有金银花的方剂,成药, 药膳在中医治疗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,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金银花会被誉为药铺小神仙。 1.金银花的营养价值 1.氨基酸 金银花中含有多种氨基酸,如癞氨酸,本饼氨酸,益量氨酸等,这些氨基酸对于人体具有重要的营养作用,能够促进人体发育,增强免疫力等。 2.糖类 金银花中含有的糖类主要包括葡萄糖、果糖等,这些糖类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,同时也有一定的保健作用。 3.膳食纤维 金银花中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,能够促进肠道蠕动,缓解便秘等。 4.维生素 金银花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如维生素A,维生素C等,这些维生素对于人体生长。 5.维生素对于人体发育,维持健康都有重要的作用。 5.其他营养成分 金银花中还含有黄铜类化合物、挥发油等营养成分,具有抗氧化、抗炎、抗菌等作用。 2.金银花都有哪些功效? 1.抗感染 金银花具有抗菌和抗病毒作用,可以抑制细菌和病毒的生长和繁殖,有助于预防和治疗感染性疾病,如感冒、流感、咽咽等。 2.解热退烧 金银花有降温作用,可以用于降低体温和缓解发热症状。 3.抗炎和抗过敏 金银花中的活性成分具有抗炎和抗过敏作用,可以减轻炎症和过敏反应引起的症状,如鼻塞、咳嗽、喉咙痛等。 4.抗氧化 金银花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,可以中和自由基,减少氧化损伤,有助于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影响。 5.养肝护肝 金银花对肝脏有保护作用,可以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,减轻肝脏炎症和损伤。 3.金银花和它天生一对,饮用一段时间后,肝脏干净了,睡眠也变好了。 1.金银花加枸杞子 金银花和枸杞都是天然的草药,可以有效地抗氧化,清热解毒,滋补干肾,使肝脏更加干净健康。 同时,这两种草药还可以有效地促进睡眠质量提升,让人在夜间得到充足的休息,以更好的状态面对日常生活和工作。 金银花和枸杞当中都含有一定的抗氧化剂,如维生素C、多糖、氨基酸等营养物质。 这些物质可以有效地促进肝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,帮助进一步地保护肝脏。 2.金银花加玫瑰花 金银花与玫瑰花,它们是自然界的瑰宝,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拌。 当它们相互搭配,融为一体时,其妙处更是无穷。 玫瑰花富含维生素C和花青素等营养成分,这些都是抗氧化的好帮手,长期饮用玫瑰花茶。 可以有效地清除体内的自由肌,从而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。 当金银花与玫瑰花相遇,金银花的清热解毒与玫瑰花的蔬干解育相互配合,使得饮品口感更加丰富,同时,它们的营养成分也相互补充,使得效果更加显著。 长期饮用这种搭配的花茶,不仅可以清热解毒,蔬干解育,还可以美容养颜,抗氧化。 3.金银花加黄芪 黄芪也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,它具有补气养血的功效,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,改善体质,在中医中。 黄芪常被用于治疗气虚乏力,血虚伪黄等症状。 将金银花和黄芪搭配在一起泡水喝,不仅可以互相协同作用,增强清热解毒和补气养血的功效,还能够增强身体的抵抗力,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。 同时,金银花和黄芪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,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,减缓衰老,有助于清理肝脏垃圾,帮助减轻肝脏负担。 4.金银花加菊花 菊花被誉为明目之花,在中医看来,菊花能够清热解毒,明目降压,消肿止痛。 对于肝火旺盛,头痛目斥,心烦意乱等症状具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 将菊花和金银花搭配在一起,它们之间可以产生协同作用,更好地清除肝脏和心脏的毒素,菊花的明目降压,消肿止痛的功效也能够增强金银花的药效。 对于心脏的保护作用更为显著。 在繁忙的生活中,我们常常会感到压力山大,心情烦躁,此时,泡上一杯菊花金银花茶,那独特的清香和甘甜的味道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的情绪,减轻压力。 4.常用金银花泡水喝对身体有好处,但需要注意这三点。 1.不要过量饮用。 金银花的属性含粮,如果过量饮用金银花茶,可能会增加身体的负担,对肠胃不好的人来说更是一种折磨。 2.女性精气慎用。 女性在精气身体较为虚弱,如果饮用金银花茶,可能会造成体虚,加重精痛。 3.浸泡时间。 金银花泡水时,使用适量的金银花与适量的水混合,并且浸泡的时间不宜过长。 通常,每次使用约5克金银花,浸泡10到15分钟即可,过量或过长时间浸泡可能导致金银花中有效成分的浓度过高,从而产生不良反应。 4.除了泡水喝,金银花还有哪些使用方式? 1.煮粥。 金银花可以用来煮粥,特别适合一些具有清费。 只可化坛等功效的食材一起煮,如梨、百合、莲子等,可以帮助缓解咳嗽、咳痰等症状。 2.炖汤。 在炖汤时可以加入一些金银花,如银花山楂茶,可以起到清热解毒,活血化瘀的作用。 3.凉拌。 将金银花和其他的蔬菜、水果等一起凉拌,可以增加口感,同时也能发挥其抗菌、抗炎等作用。 4.煎炸。 将金银花和其他食材一起煎炸,制成金银花饼、金银花糖等,可以增加口感,同时也能发挥其清热解毒的作用。 5.家里种盆金银花,药费不用花。 如果你想在家里种植金银花,那么千叉或野猪移栽是两种非常好的方法。 选用酸性或者微酸性的蔬水沙土,更有利于金银花的生长。 在阳光充足的湿润环境下,金银花能够生长得更好。 1.牵插法。 对于牵插法,一般选择在雨季进行,截取30到35厘米长的,健壮无病虫害的1到2年生枝条,保留靠近枝头的叶子,协力埋入盆中,露出7到10厘米,填土压实,按时浇水,避免阳光直射。 这样,不久便能生根发心叶。 2.移栽法。 到荒郊,村莫寻找,往往可以发现金银花老株,挖掘时,要根据树木的自然形态,剪除大部分枝条,保留主干和必要的组织。 切断主根,尽量多保留侧根和须根,挖出后,要尽快让植株回归土壤不能久制,栽入疏水性好的中型花盆,细心养护,以保成活。 在栽培金银花时,浇水应遵照见识见肝的原则,也就是说,浇水时要浇到盆底出水为止,待盆土以见肝时再浇。 而采摘金银花应在下出花完全绽放前采收,将花磊或出开的花晒干,则可储存做药用。